起床了,这就是昨天入住的小房子 挺好的,晚上外面狂风肆虐,里面安静 睡了一个好觉,现在是早上的十点多了 然后准备收东西 在这里做一个早餐,给大家看一看外面 都有啥呀,啥也没有 早上刮的风还算小,越到下午刮的风越大 我还在想今天要不要出发呢 在这个房子里面是一点很安全 要是走到隔壁堂上面有点危险 到帐篷里给大家看一下 天气温度的话二三十度 然后看一下大风,从十二点就开始刮到晚上七点钟 考虑了许久啊,还是决定今天在这里休息一天吧 躲避一下这个大风啊 这个飞机房就像一个庇护所一样 非常安全,然后水的话吃饭我也都还有 能够坚持个两三天吧 这是昨天买的面包,应该没有坏啊 然后今天白天就吃这个面包了 有点干嘛 这个门一挡的话里面还是稍微有点暗 这是昨天买的一个零食 有一个小果冻,最后也够了 感觉 特别干,想吃点水的 爱水的东西 红河龙特别暖色 用手机拍还是亮一点 下午了,阳光能照到我这个帐篷了 外面风还是挺大 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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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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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啥时候出发? 明天吧 明天啊 一共几年了 一共几年了 那你晚上吃在哪吃呢 自己坐啊 所以都要带水该吃的 因为这边基本上都是隔壁汤 下午的时候应该是来了两个工作人员 旁边是一个水井 他们过来给这些 隔壁汤里面的一些花花草草浇水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多钟了 他们已经离开了 我也该做饭了 这个面包的话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吃 但我不太敢吃 早上吃了以后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 不吃了吧 直接做饭 昨天晚上就把东西收好了 白天早上我还想走 可能比较累吧 然后考虑了半天 外面工业花的比较大 就没走 东西又要重新拿出来 今天晚上还有土豆 还有一根萝卜 今天就炒一个萝卜炒土豆了 因为也没有骑车吃点素菜就行了 多煮点米饭吧 先把菜给他弄一下 拿出来 这个萝卜皮有点坏了 得用刀削掉 这两天有点流鼻涕 温度挺高的 三十多度 刚刚试了一下 这个包子装土豆还挺好用 包刚刚那个萝卜好像有点不行 包这个土豆还是挺丝滑的 加菜速度了 我肚子饿得吃不了了 土豆还有一些没包好 直接切成丝吧 今天晚上做一个清朝土豆丝 配一个萝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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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土豆萝卜 可以给他加点水泡一下 土豆太多那个淀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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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都干了 直接加水 昨天有点一点点深 今天多加一点水 天火又是九点多了 火盆大嘛 直接开烧了 就这样这个火力保持就行了 还是蛮猛的 炸气了 加加全火 没有火了 ok喽 这个锅刚刚洗了 擦一点就行了 加火 加油 加油 哎呀 黑了 哦 差点忘了 蒜子 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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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一下 再来加火 再来加火 哎呀 就焦了 喂 肉 这个是土豆子 给它稍微洗一下 放入鸡肉 烤起来也蛮多的嘛 可放多 我还以为不够丝呢 放点盐 放点盐 太烤了 稍微可以捡点水 加点凉饭汁 加个盖 刚刚掉了一只苍蝇进去了 我的管 高温消毒一下 还得时常的放一下锅 OK 完美 这个余火给大家烧进 今天炒的萝卜土豆丝 这个是米饭 准备开饭 真的是暴饮暴死 饮食不规律 一下子饿死了一下子又吃这么多 感觉我现在胃都被撑大了 萝卜有点生 土豆还好 土豆我尝过了 看看今天的米饭煮的怎么样 嗯 今天可以了 多煮了一分钟 嗯 就吃了就不会饿了 嗯 半锅米饭半锅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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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外面不刮风了 听不到什么风 这边隔壁汤 这边隔壁汤 好像很少又不刮风的是吧 都是一阵一阵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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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里休息了一天 下午天黑之后就感觉没这么刮风了 明天必须要出发了 因为带的物资毕竟不是那么充足 才不走的话就要当今月亮了 因为距离俄级纳的话还有200公里呢 最少可能也走要 我之前走的最高的一天 100公里来算也要走两天 而且这边一天100公里达不到的 都是逆风啊 一天能走50已经就说很累了 能达到70应该是极限了 所以的话这200公里最少要三天才能走啊 不过今天在这里休息一天 然后东西也会紧贴一点 因为沙漠地区啊喝水比较多 明天出发之后最少能减轻10斤的重量 就是跟昨天相比啊 最少是减轻了十几斤 不过感觉现在外面又在刮大风了 又听到呼呼的风声了 希望明天风小一点吧 只望他不刮风也不太可能 就希望他风小一点吧 但是今天又收到预警了 明天是大到十几大风 如果真走不了的话也没办法 给大家看一下吧 大风蓝色预警 点开看一下 现在12点多了 看一下 5月13日5点钟 下午快6点钟发布的 24小时内 平均风力六几下 震风达到8到10几 然后还有沙尘 就等于是沙尘暴了 也挺烦的 刮风的话 走也能走 就是走得非常慢 而且如果没找到 一个避风的露营地的话 在戈壁山上面 你就很难很难了 晚上也睡不好 因为那个风挂着你帐篷 走啊又啊 你就睡不了觉 在这个小房子里面 那是非常安静 只是外面有一点风扇 很安全 一个庇护所一样 但是在这个戈壁山上面 像这样的飞漆房是很少很少很少的 能找到这个飞漆房 那真的是运气爆棚了 你想一想 这边连人连村庄都没有 还有什么飞漆房 这个飞漆房也是一个水警房 然后也是就是说 盘一些阀门用的 下午还有工作人员过来浇水 一般的地方没有这样的房子 还好 昨天出发的话 是东西算是买的比较多 就菜买的不是很多 但是问题也不大 如果说真的走不了的话 这两天还是能吃 能有的吃 等后面的话 也有服务区啊 这种 不行到时候 去服务区里面 买点东西 或者说加油帐 因为看了一下天气吧 就明天还有大风 后天的话就正常了 就没有显示大风天气了 要是天天大风天气那就完了 就显示明天是最后一天 顺其自然吧 明天能走我就走 不能走的话 我也就还在这里再休息一天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这种 方圆几十公里都没有人的地方 大战宏的 尤其是还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安全的 有一个小飞气房 然后像一个庇护所一样的 感觉 一个人在这里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从九泉出发今天是第四天了吧 等于还算是走得比较慢 反正我们也不这么赶路啊 直接就是 看天气吧 能走我们就多走一点 对吧 走的比较慢 我们就少走一点 因为我出发的话 基本上每天也都是走的几乎快天黑啊 有时候走的近一些路况好 就走的快一些 有的 路况差风大的话 就走的慢一些 随便 自由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明天的天气会好一点 我也该休息了 把今天的视频剪一剑 明天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